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为了进入独立显卡市场 英特尔方面可谓是拼尽了权利 从此前公布XE架构的Ares XE Max-Q 再到如今的超算GPU 而现在面向于游戏玩家的高性能独显DG2 总算是有新消息了 据悉其整体性能将会接以RTX3070至RTX3080之间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超级客 9日早在今年1月份的CES展会上 英特尔就为大家展示了代号为DG1的XE LP架构独显 其基于10nm工艺打造 有96组EU执行单元 758个流处理器 并配备了4GB的LPDDR4显存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 考虑到DG1是专门为OEM厂商设计的 所以其并没有外接供电 并且仅为单风扇设计 TDP功耗也不过30W 所以其整体性能仅于GT1030相当 而从这些参数也不难看出 DG1显然不是为游戏玩家而准备的 但不用担心 在主流的游戏显卡方面 英特尔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而这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DG2独显系列 具体来看 DG2独显将会基于英特尔高性能 DG2256EU DG2128EU DG296EU 其中定位于旗舰的DG2512EU 将拥有512组EU执行单元 4096个流处理器 配备了位宽为256bit的16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1.87Hz 而定位于次旗舰的DG2384EU 将拥有384组EU执行单元 3072个流处理器 配备了位宽为192bit的12GB 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仍然为1.8GHz 然后是定位于中端的DG2256EU 其将拥有256组EU执行单元 2048个流处理器 配备位宽为128bit的87BGDDR6显存 核心频率为1.4GHz 至于剩下的两款低端产品 大概率就是移动版本提供的 所以在这里就不过多阐述了 而除了这些以外 据VDcast透露 英特尔的DG2独显还将支持PCIe 4.0x12规范 以及首次其成DP2.0接口技术等 但比较遗憾的是 HDMI 2.1可能会因此缺席 至于英特尔为什么会这样做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在性能方面 根据此前所透露的旗舰款DG2512EU工程样品来看 新有8加6PIN式电源供电 加速频率2.2GHz 单进度浮点运算在18T浮点左右 而整卡功耗也达到了275W 如果要以目前的N卡相比较的话 并在不考虑光追的前提下 DG2512EU整体性能将会借于 RTX3070和RTX3080之间 以及将发售的RTX3070T非常接近 同时考虑到这还只是工程样品 那么正式版的性能可能会更强 最后Jegos Lab表示 定位于低端的DG2128EU和DG296EU两款产品 最快将于今年10月至12月批量生产 而定位于高中端的DG2512EU DG2384EU和DG2256EU三款产品 最快也需要等到明年 所以各位游戏玩家还请耐心的等待 其实也看得出来 英特尔为了紧跟AMD和NVIDIA的步伐 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进入独显市场的做法 肯定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更何况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下 确实是需要注入新鲜的活力 所以大家对于英特尔的DG2独显有何种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大门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记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